我们比朋友早多了 欢迎来咖啡俱乐部 这里是Oli 那么今天我们要见哪位朋友呢 带我去吃什么美食呢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告诉我 但是可以算是一个美食家 加上一个创业者 非常非常会吃 而且找的地方都稀奇不怪 所以我并不知道今天要吃什么 谢谢 再见 晚安 观众朋友们我来到了巴拉圭 是巴拉圭还是乌拉圭 巴拉圭 我现在人在巴拉圭给大家 发来这段美食家采访视频 然后我在巴拉圭偶遇了谁呢 我们现在美国唯一的一家 巴拉圭餐厅 是吗 夫妇 你都像我 OK 夫妇是一个俄罗斯名的吗 是这样的 其实它是从我中文的小名夫妇 大家一般还叫我夫妇 但是在英文里面 你这叫夫妇肯定觉得有点奇怪 然后我十年前在意大利 但是交换的时候 我到一个party 有个女生喝醉了 他就给我取小名 他说 等一下女生喝醉了 你展开讲讲 他就给我取了这个小名 但是我就说这个夫妇是我的中文的小名 但是英文里面夫妇可能叫你不是那么顺 然后他当时突然就临机动 就发明出了一个福斯基这个词 很顺 好的就是简直而言之 福斯基就是夫妇为了纪念 他的意大利的9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故事啊 我知道你是一个美食博主 加上了一些你做Crypto做Blockchain做Web3的一些东西 那你今天就给我们展开讲 展开讲讲 展开讲讲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事 What do I do 到底是做什么的事 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的主页是 Web3 去块链这一块就是做一个AIMFG的一个项目 对 然后我最早 Generative Art 对对对对 不是AI Generative AI Assisted Generation 就是那种什么GNCN那种技术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结果注成MT 然后在新的流程 加上Web3 现在你可以把它完全开发成一个生态的 一个平台的 对吧 然后我的副业就是美食博主 哦 他的副业很大哟 你现在的channel 我也打在博物上方了 我们channel已经有一万多粉丝了 而且是粉丝都是一些很厉害的人 对对 我的粉丝还可以 虽然说我的channel 因为我channel是这样 我大概做了两三年吧 但是我前两年基本上是属于三天打鱼 十天晒网 就是一个月传一次 然后半年不传 你很优秀的 我三天打鱼一年晒网 我的网都晒了晒北 然后后面我就发现 其实你还是要有一定更新的频率才行 然后因为我最早是做一些米其林餐厅嘛 然后也做一些就是 我比较喜欢去探索普通文化的餐厅 然后我记得一些粉丝 比如像我的很多粉丝 都是各大米其林餐厅的主厨 谢谢 我们有channel人啊 边说边说啊 哎 那你之前都是探电米其林的 所以现在到了这个Crypto熊市 就来带我餐店 今天要巴拉圭菜 看不见手发我从米其林 市场好就吃米其林 市场不好就吃巴拉圭 不过啊 这开完响了 因为我可以 我跟傅傅说 傅傅不要带我去这个 看个fun dining 我们去吃一点好玩的 所以傅傅就 就也没有跟我说 今天到底来吃什么道了 才知道 今天是巴拉圭菜 Yucca right? 对 这就是Yucca Yucca OK 这就是另外一个名字 这是Diviju pour cheese Yu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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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很西班牙的感觉 就是南美的南美菜 对 其实林华拉大是一个非常西班牙的东西 你在很多拉丁美国国家以及西班牙 对吧 都会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它在不同拉丁美食都有不同的version 但是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 它用的是Yucca Yucca就是木薯 它是用木薯做的皮 这个我也没吃过 然后一般的话是Corn或者是Flower 要不然是面饼做的 要不然是玉米饼做的 它这个是用玉米做的饼 然后这个是用Yucca做的饼 对木薯做的饼 然后里面是牛肉 里面这个是cheese 还有什么的 然后这个Mbeju 是它的也是一个 这个可能有点土 就是它的Indigenous那种影响在里面 这个在其他地方没说过 我是没看到过 我的口水已经 我们要吃了开吃开找开找 不问你是不是 你那个频道也要录一段 对我就 对我就这样 我别了两个拍 我们以后别了四个拍 是因为它的频道 今天也要有输出 我说今天今天都来了 那我也拍一个吧 开始开始 你先看 alright so here we have some of our appetizer this is the first thing empanada empanada you are probably no stranger toempanada because it is everywhere pretty much you can find it in all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o parabre is no exception 我给吃了吗 没吃过种 稍微等一下想 最好我们不吃 这是 哦 哦 哇 哇 oh my god 我最爱的 你再吃四个 let's up Cheers 有什么鸡蛋 这个有鸡蛋 i think the crust is actually quite light it's lighter than the first one yeah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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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没有超多的 cheese 嗯 和超多的 嗯 还有四种 cheese 有四种 cheese OK OK 那是吧 Cheers 嗯 好吗 好吗 那个看到的观众也是叫什么 Chi Bagua Chi Bagua 这个我觉得难得说 这首是比较的 这个辣子 就是超多的 这个辣子 这一样 它很香 这里非常好 在配合我们在商品里面 我们的這邊有餐厚 Ki 这个 四种 对 没有喝酒 挺酸的 着 好吃 我说的 这个是传业的食家 如果要不要吃的话 就说这个 贬量挺大的 我问你之前这个三个月给这么多 刚才比较来不及 再有问题 那因为你也在固执玩 固执行业有一段时间了很久了 其实你从17年应该就是做这个对吧 那你是个人比较看好 哪几个赛道能内举算干嘛 你看哪几个赛道 包括你对自己 Vifery的这个项目的最后一个目标是什么 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水 什么样的产品 嗯 其实从17年到现在 我们的区域行业已经evolve了很多 最早大家都在做生态 但后面其实做生态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你生态时 现在有很多东西在上面 你具体效应对吧 像那个苹果商店 安卓商店 你不可能用那么多商店 所以说当时很多生态 但现在就是 当时有很多生态 但现在的话 你可能看到机架比较大 因为他们要培养这种具体的效应 就是说从现在来看 很多新的项目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是在某一个生态上结合的 利用那个生态优势 做一些specialize的事情 我现在比较看好 就是这些项目 他会可能会附做在一个 比较大的生态上 利用他的优势 做一些他这项目 带好的事情 比如说现在最近NFT很妥对吧 NFT是一个我比较看好的优势 但是NFT 你怎么把它运用出一些荒样来 以及和其他东西结合 我觉得比较重要 比如我现在搞这个NFT 对吧 他说是NFT 大家都可以创作它的艺术品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 同时有一些其他手续 比如生产的工具 我用AI生成的东西 你可以用它来创作 对吧 当成你的一个Tool 然后我同时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易 然后他可以和其他东西的 Defy结合 搞一些 就是Synergy 比如你可以适合什么智能合约啊 你把它可以从底下 你可以把它 比如你的某一个NFT 你可以把它抵押出去 当成一个磁场 或者什么collateral 什么什么的 这种是可以做的 或者是 其实还有 我之前也看到 有些各种各样 从这上面演出出来的 比如像NFT 它有那种 防止你什么 duplicate啊 或者是你想把这个东西 用来做一些音乐啊 就是它有 因为它是比较大的赛道 还有的什么 什么dynamic NFT 你可以算是十年的改变 因为各种concept会有 就是我觉得就是 NFT是一个我比较看好的方法 所以说 That's why I'm working on that 对吧 然后它就是结合 可以和其他 web3的一些元素结合出来 有些新鲜 对 但是是专注于这个赛道 对 我是专注于这个赛道 比如说 NFT结合出什么样的技术 比如说AI技术啊 或者是你衍生出来 做Marketplace 做Defi 对 Defi其实也是一个 大家之前很看好的一个技术 其实这几个它都可以 甚至结合起来 是的 是的 那我了解了 其实 FUFU他自己有做一个 Generative Art Lead by AI Generative Art 然后加上一个MacBase 我还挺期待 现在上线了吗 还可以用吗 现在还没有上线 我们现在是MMP嘛 那很期待之后 我们人人都是creator 都可以利用AI 来创造自己的画 那你们跟Google是什么关系呢 只不过Google也在做这个 那 我们比Google早多了 对 Google有钱嘛 有点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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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蛮期待的 那我们来吃MING吧 吃MING course 这菜我们再来尝一尝 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是 它这边的就是 也说是班拉圭特斯的 一个炒鸡肉吧 然后上面有 pepper 青椒 红椒 然后还有它所谓的咖喱酱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 有调料的酱 还有有米饭在这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是牛排 它牛排是裹了一层 它的那个 它的那种面饼炸了 它长得很像Fish and Chips 但其实不是我的 它里面是牛排 那我们现在尝一下 就是炒鸡肉好了 它有点 有点像中汤 很像中汤 但有没有鸡肉的味道 它是鸡肉的味道 它是挺轻松的 在内面有这个 哦 那是挺酷 所以 基本上是盐上 鸡肉和鸡肉 鸡肉 嗯 吃鸡肉 它牛排包起来炸 这种味道 那牛排包起来炸 这种味道是第一次 哈拉圭板 会定对得好 哈哈 那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问题 好不好 嗯 快开始 那你看你 又做美食播出 然后又做Web3 其实是很少见的 因为我 我基础到了很多Web3的人 他们一旦进入Web3之后 就 就每天都曾经在这个 Crypto Blockchain里面 NFT里面 很少再能去 嗯 享受Web2的各种生活 然后在Web2里面 创造更多内容 那么你是如何 平衡你的美食播主 啊还有这个 Crypto Blockchain的 startup的 这样的生活呢 其实这个就是 像你说的 平衡或者是时间 时间利用嘛 其实也不光是Web3 就即使是Web2 我们只是一个上班组绘 whatever 也很难说掏出时间 去做一个这种YouTube频道 因为这个是个个人他们的VS嘛 就是因为这块会 会占着你很大一块时间的 就是说 我是怎么做的 就是我更这些东西 还是会有一定的平衅 我会 固定的投入一丢丢时间 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是 那种 无心插流流程 你不可能说是急于说 我做了这片它就要出来怎么样 不是这样 这个长期的过程 你每次就投入一丢丢 然后久而久之 你会记得出来 所以说特别像早期的时候 比像我早期的时候 三天大雨十天 十天晒网 我主要是做我的主页的东西 这个我可能就真的一个月 传一下 或者有什么事情 极归我的断了 那渐渐的 我会有意识的 投入过那些时间在里面 坚持下去 对 我其实是有同感 因为之前我做游戏 也是大概三四年先开始 然后一下晒往下三四年 就是这样 不过现在呢 通过前 其实我是个人觉得 度过Web 2 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 相信一种 原意中是要相信 但是同时 我不希望大家忽视 Web 2里面 更多的关于生活的乐趣 美食的乐趣 这种可以碰到的 可以关注 AI generality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 推特 然后我们一起去探索更多的 可能 更多的可能 好吧 OK 非常好吃的巴拉圭食物 对了 我冲了一个问题 那如果这几道菜 就是前面的各种 corn 各种东西 包括后面呢 我们点了这个耳肉和牛排 你觉得哪一个是最经验的 你觉得最推荐一定要来尝 嗯 嗯 我觉得那个 emparana里面有 cheese和corn 这是第一段 嗯 第二段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 是吗 那我们先这样 大家要关注咖啡做的过 关注夫妇的频道 谢谢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 拜拜 下次一定要来吃热度 就看起来太香